明星在一起拍戏的时候,总是难免会产生一些情愫,与乐圈里因细生情,而且婚姻生活幸福的恋人不在少数。 比如邓超和孙丽、赵又廷和高圆圆、张大风和红鑫,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谣传,趁赵丽颖和冯绍峰才谈恋爱,而且已经被拍到过恩多次一起去了男邦家里。 不过女主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姻貌不太确定,而冯绍峰和赵丽颖却从来没有出来澄清或者发声明,所以真的网友们也是一团迷苦。 如果真的恋爱了的话,相信大家还是会尊重银宝的选择的。 8月2日,赵丽颖因为感情的事情上了热搜,这次就更夸张了,竟然说银宝目前正在半停空休息,其实是已经怀悦三个月了,真是人在家中作,不从天上来呀,记得之前网络上就有造谣者,趁赵丽颖得了心脏病和脑续栓,一方面造成了粉丝们的担心。 另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到导演,编剧会不会考虑找他拍戏,进而影响到他的事业。 其实赵丽颖当时说的只是,后面脑袋有续栓,心脏很弱,不懂医学的人胡乱定义。 赵丽颖自然是生气的,发文称,怎么这么巧今天,我起早了,看见这么个空降热搜,累了休息不是很正常吗? 然后,重新出发呀,最近很讨厌心术不正的人,赵丽颖获得了大量粉丝的支持,不过这次赵丽颖不像上回这么严肃了,而是以比较幽默的态度对待。 他刷了一张刺激的照片,和一张爱选毛球的背影,并配,呃,不知道说啥了,我们给大家披个插吧。 毛球趴在地上的样子十分可爱,粉丝们开玩笑称毛球,请不要来蹭我们家银帽的热度。 还有小伙伴问毛球是不是掉毛了,大家的关注点也是很搞笑了。 赵丽颖还晒出了一张自己劈叉到一半的动作,这小腿真的是又细又长,银宝很含蓄的表达了自己没有怀孕。 如果怀孕了,还能劈叉吗? 看到赵丽颖出来澄清,大家也就放心了,同时还被银宝的幽默给逗乐了。 赵丽颖的身材还是那么纤细,虽然赵丽颖看起来一直都是一张娃娃脸,嫩得像十八岁似的, 但其实已经三十一岁了,希望银宝认真拍戏的同时,也好好寻觅自己的爱情。 毕竟工作并不是人生的全部,我们还期待着能看到银宝生的小宝宝呢。 希望下次新闻里出现赵丽颖怀孕的消息是真的,当然前提是嫁给了爱情。